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她来说呢 这是挺伤人的一个过程哦 现在呢 她采用了正确的方法 成功地减肥了 那是秀琴的故事 今天呢 我们要听一位男士的故事 她又面对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一起来听一听真情三点半 今天的真情三点半呢 我们邀请了另外一位曾经面对过肥胖问题的朋友 福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呢 跟大家分享她的一些心路历程哦 福成告诉我说呢 在当完兵之后 也就是大概二十出头左右吧 之后呢 体重就急速地上升 然后呢 一直到了近期 已经超过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面对这个肥胖的问题 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呢 其实经历过很多 可以算是相当不愉快的一些过程了 那就请福成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了 你为什么会面对这个肥胖的问题呢 你自己有意识吗 其实我小时候并不是胖的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胖的感觉是什么 一直到我发觉到我不能做我原本喜欢做运动的时候呢 我就发觉到真的不方便了 那时候我感觉到的第一个最不愉快的就是说 奇怪 为什么我的身体给我带来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第一个给我最快最真的那个反应的是我太太 她说你好像胖了很多 那我回去看我已经结婚的照片 的确那时候就已经胖了 不是过后 那我觉得我的身体跟我自己 已经起了一种不和谐的这种关系了 我开始不喜欢拍照 我不喜欢个人的照片 其实我拍了照之后 有时候团体的照片拍了之后 我就哎呀 是我把那个照片给搞砸了 我怎么身形这么难看 我回想起以前 曾经也有这么样的一个聚会里面 一个女朋友 女同学就说 你从侧面看 你有点像那个猴子 猿猴 因为我的这个双下巴开始出来了 那是很伤我的心 我说奇怪 这句话一直都在我心里头 我说怎么能够把自己变得又变得有轮廓 轮廓比较好 还是说身形比较调节 那时候也没办法了 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吧 工作上需要时间很珍贵 吃饭 吃快快 那也不在乎吃什么 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是非常非常对我不利的 那我相信很多人风的同样的问题 就是不饿 不吃 饿了才吃 那饿了才吃就问题来了 饿的时候呢 吃好吃的 吃多一点 吃快一点 那这是如果是说久久一吃 就是无所谓 我发觉到我自己是每天 有时候三餐都是这样 那这个造成了另外一个负面的影响 就是我孩子 看着我这么做 当然也就跟了 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我的第二个女儿 她胖 其实不是她的错 可能是学了爸爸的 那现在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来过的话 我要重新好好地学如何真正地把这个影视器官给刚好 这是最基本的了 当你开始肥胖的时候是在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吗 那个时候就是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同学 给的这样的一种评语之外 旁边的男士 旁边那些身材很健熟的男同学 同僚等等 会对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有没有人欺负你 其实欺负倒不觉得 所以有时候言语当中 比如说我们车子要坐 几个人挤一辆 车子的时候 最大致的自动自动坐前面 小致的坐后面 这种感觉就是 如果我小一点 我就不用跟你讲 我们可以挤多一个人吧 也许 那就是因为自己身心的关系 使到别人也不方便 所以 而且这种言语呢 就是也许他们也没有恶意吧 就是说觉得 没办法了 我朋友都这么胖 所以他就站的位置比较大 还有时候 无意间 就是朋友们会给我一种 那种 不是警告吧 就是告诉我说 你 你如果 这样肥胖的话 其实 你的 你的健康状况是 有一点威胁的 他们会帮你拉警报 对 善意的啦 善意的 但是 听在耳里啦 就是苦在心里 又怎么办呢 也不是说 我想要的 对不对 挺着一个大肚子 睡觉的时候 转身一下 整个身体都好像掉过去另外一边 这种感觉 而且 而且这个背部 有时候 如果 这个 不小心 走路 还是什么 也会 也会觉得背部痛 这是因为 这个肚囊太大了嘛 肚囊太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就是 我睡觉的时候 那个打鼻声吧 是随着体型 越来越严重 这是我不自己没有发觉到 是我太太跟我讲 你好像 不太好了 应该去真正找一个专科看一下吧 那时候我没有发觉到 是肥胖的问题 是后来 成功解肥之后 忽然间 这个 这个现象完全不见 所以你太太也健康很多 对 晚上没有被讨训 对不对 她特别的 她特别的 这个 注意到 就是 现在连一支针 掉在地上 就听得到了 以前 一下子 我还没有路面 就已经 打得好像 就交响曲 这样 很大声 所以我担心 这个星期呢 我们在关心两位 曾经呢 走过一段 相当艰苦道路的朋友 有人说呢 其实 真的还不算 什么样的 这个身体上的 直接的冲击了 可是呢 对于 曾经走过这段路的朋友来说呢 你可以想象 旁边的人 无心的一句话 或者是 投影的这个 异样的眼光 对他呢 所造成的这个伤害哦 或者是 好朋友的 一句形容词 都会让他难过很久 让他的这个 自尊 或者是 各方面呢 都会有 很不舒服的 这个感觉 明天呢 傅尘要继续的 告诉我们呢 他 如何走出 肥胖 他用了 什么样的方法呢 他采用了一些 极端的 这个方法 但是呢 当然没有看到效果 反而呢 是 他用他的一句 形容词 他说 双倍奉还 当然也不要错过了 在真情三点半 这个星期 星期五的时候啊 靳远会邀请一位 营养师 来跟我们一起 谈一谈这个话题 不管是自己 或者是 你的孩子 或者是朋友 我想呢 很多时候 很多人是在小的时候 像前两天的秀琴一样哦 就是所谓的这个 细胞被养胖了 结果呢 成年之后 发现了很难 把他减去 这当然不容易 可是呢 根据我们这两位 朋友的亲身 经历哦 发现了 只要你的恒心在 只要你用 适当正确的方法 其实 减肥并不是 那么困难的一件事 你自己用过 什么样的方法呢 包括一些 极端的方法 后来 你发现自己 真的是错得太厉害了 及时悬崖勒马 如果你愿意的话 真情三点半 和我们一起来谈一谈 真情三点半 真情三想 真情够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